郭文貴先生 你覺得你現在也是有教職的嘛對不對 你會把科幻作品納入在你的教學的內容當中嗎 為了要推廣科學 並不會 並不會 為什麼 因為還沒到科幻之前 就是當我們每天接觸到的新聞議題 或者是說一些 比如說實用3C產品等等 其實已經很多科技元素 生活中的 生活中的科學 那我們也可以去檢討說 一些新聞中常常看到的報章等次報導 是不是科學 他有沒有以一個比較科學的態度或方法去報導 方面我們的新聞報導也都蠻可患的 對 所以已經不需要再多加一些幻想這些詞 還是說先用這個新聞報導就來當題材就夠了 對 那我的課程是 我在世大有一個一門課叫做科技語文的對話 那我比較講 包括新聞這種科學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就是 就是化領域 就是 從 應該是說 怎麼樣從文藝術跟設計的角度 去看科學 怎麼樣去應用 有些事情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我們的 好不像奈語科技啦 升級科技 大家想都覺得說 你以生活太遠了 那我們要去思考說 這些科技到底 跟社會 跟人 還有人的未來 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說得非常好 現在好像是去年中秋節的報導 上面寫說 一個電視新聞 下面的字幕是說 今年中秋 適逢滿月 好不容易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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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是對 沒錯啦 但是 有沒有令你驚訝 令你驚訝是說 怎麼說 太驚訝了 對 又不是用氣感想都知道的事情 那另外 我舉個例子就是 之前 還滿久以前我就會想到 就是說 一般他會很常去誤用一些科學名字 歐比說 某裁判病 非常大的裁判法人 然後 他們為了要推銷他們的 研究成果 或者是說 應該是一個講座的課程 所以他想說 裡面有名 這個課程的名字 有一個 有提到說 機械工業的DNA 好... 好... 然後 我想說 機械DNA在哪 所以 諸如此類 我覺得 這已經進入文學的領域了 對 我來說 不論是